大家好,欢迎回到猪猪健康生活节目 我一直近来给大家在讲 肠胃菌群,如何建立更健康的肠胃菌群 那么朋友们可能就会问了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肠胃菌群不健康呢 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 一共有9个症状 你可以发现你的肠胃菌群可能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是Julie美国认证营养教练 我在美国洛杉矶呢 给大家带来海外最新的健康信息营养知识 同时帮助大家建立更好的饮食习惯 和生活习惯 猪猪健康生活的视频我做了有两年了 很感谢各位呢 在YouTube平台 在西瓜视频 今日头条 以及抖音上关注我 也感谢很多朋友来参加了 我今年举办的去堂行动 还有一些朋友呢 找我做一对一的私人辅导 感谢大家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12月 也就是2021年 今年最后一个月了 我希望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这个冬天呢 为大家带来一周的免费辅导 能够帮助大家提高体内的肠胃菌群 那么这个月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一直都在录 跟肠胃菌群有关的视频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趁现在冬天的时候呢 提高体内免疫力 提高 也就改善自己的肠胃菌群 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呢 请在下周一的时候呢 也就是12月13号呢 开始关注 我那一周发布的每一个视频 你也可以参加免费的微信群 来打卡 我会有详细的介绍呢 到时候发布给大家 那好了 那今天我们回到主题 讲一讲这九个症状 九个办法来发现 你到底是不是有肠胃菌群的问题 那这九个症状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你只经历了一个 或者有综合可能两到三个 都有可能 那我就属于这个综合了三个 不同的症状 那我们现在讲的第一个吧 第一个就是没有症状 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是你在过去的六个月 或者一年之内 吃了大量的抗生素 那我吃了 为什么吃了这个大量的抗生素呢 就是因为我前一段呢 看牙 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抗生素 因为我当时要做两个牙罐 我这个神经被拔掉了 拔掉以后特别的疼 只有吃这个抗生素 才能够解决办法 我知道抗生素 对肠胃菌群有很大的危害 但是我当时没有办法 我想很多朋友 可能由于疾病啊 各种原因 必须吃抗生素 那么你要知道 一旦你吃了抗生素 你可能肠胃菌群要灰 要花的一到两年才能恢复 那么有一个科学家呢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大家看这个图啊 在这个他吃抗生素 也就是还真的就是 我吃了这个牌子的抗生素 就这个牌子 这个药 那么这个研究呢 用这个药呢 来研究在人身上 他们研究了这个大变 这个吃了抗生素以后 人的大变的变化 来看他的菌群的种类 在他这个 在这些人不吃抗生素之前呢 体内的菌群 种类很多 很丰富 那么他们吃了 两周的抗生素以后呢 他们的菌群 就全被杀掉了 大家可以看 这颜色都特别的单一 直到一年到两年以后呢 菌群才慢慢的恢复 而且种类也远远不如过去 也就是抗生素 明显的 对我们的肠胃菌群有破坏 那么我当时呢 还经历了 也就是第二个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症状 就是肚子肠胃里头 真的出现了不舒服的状态 吃完这个抗生素 一个月以后呢 我就发现我自己呢 肠胃呢 一呢 是有便秘的现象 二呢 是有肿胀 就肠胃很胀 甚至不舒服 有点疼的状态 那如果你进来呢 有便秘 或者拉稀的现象 如果你有这个肠道 就吃了什么东西以后 觉得特胀 吃不下去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肚子特别鼓 还有呢 就是你可能肚子咕咕叫 或者有甚至不舒服的状态 你很可能是因为 肠胃菌群失调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 有一个办法 可以监测你的大便 从你看你大便的形状 就可以看到你大便 以及肠道健康 那这个呢 如果你的大便 是在这个健康范围里 大家看一下 第三类和第四类 是最健康的 其余的 要不然就是便秘 要不然就是拉稀 两个都不健康 大家要注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大便 如果说你的大便不正常 属于这不正常的这几个呢 你很可能肠胃菌群失调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我经常跟大家说 如果说你 进来特别贪吃甜食 老想吃甜的东西 或者说看到一个甜的东西 都忍不住要吃一口 一定就是脑子都想去吃 这个时候 你很可能肠胃菌群失调 你知道吗 我们体内的坏菌 最爱吃的就是糖 所以它会让你的大脑 去吃糖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进来 老吃很多甜的东西 你的肠胃菌群 可能会失调的 第四个呢 症状呢 就是你如果突然进来减肥 就突然体重下降 你有可能有一种东西 叫SIBO 这是一种 就是说你的小肠内的细菌 大量的成长 这个SIBO 这个状态呢 这种 可能也不能算病吧 但它可能让你突然的减肥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在没有改变饮食的情况下 大量的减肥 还有呢 就是有些朋友减肥 想减肥 但是老减不下去 减肥总是失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减肥 为什么失败这一集 我给大家曾经也说过 你找不出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调 让你无法减肥 你可能体内 由于肠道菌群失调 造成了很严重的 胰岛素抵抗的情况 我们有的朋友吧 就是睡眠很差 然后睡眠不好 然后经常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很疲惫 你可能是因为肠道菌群失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肠道不好 当然你可能会说 我睡不着觉 我怎么知道我肠道有问题呢 是因为肠道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大家可以去做检测 这个是我刚刚到手的 这个大便检测 但这个能查到你目前肠内 体内肠道菌群的状态 我因为黑五去抢了一个这个 我这几天马上就会做 做的时候我也会给大家 录一个小视频 第六个是比较容易发现 就是说你的那个皮肤有发痒 皮肤有过敏发痒 这个皮肤骚痒这些状态 跟很可能跟你的免疫力低下有关 而我们的免疫力呢 跟肠胃菌群也有关 有可能是因为你肠道菌群失调 造成的免疫力低下 第七个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现代人 有很多人 越来越多的人呢 得了这个所谓的免疫力疾病 就跟免疫力相关的疾病 尤其是自身免疫力疾病 比如说像桥本啊 一型糖尿病 风湿等等 还有人呢就是哮喘 其实跟免疫力相关的疾病非常多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 在得这些疾病 比如说每五个人里 就有一个人 女性啊 女性每五个人里 就有一个人可能得桥本 如果你比如说爱打喷嚏 有这个哮喘 然后还有的人呢 是有免疫力疾病 比如说一型糖尿病 比如说风湿 比如说桥本等等 因为有很多种类的免疫性疾病 是自己的身体呢 攻击自己的免疫力系统 而不是外来侵略者 这样的朋友呢 你很可能肠胃菌食调 也是可以去检测 或者说尝试提高自己的体内的益生菌 通过比如说吃益生菌丰富的食品 还有补充适量的大量的蔬菜 还有益生菌胶囊 看看是不是能改善你身体的状态 八种呢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呢 小的时候呢可以吃海鲜 比如说长大以后就出现吃海鲜过敏现象 小的时候可以吃奶制品 长大以后就吃不了奶制品 也有这种所谓的拉锡 一吃奶制品啊 就是肠胃就不舒服的状态 还有的人呢原来可以吃面食 后来就不能吃面食了 因为面食里头有这个所谓的肤质 肤质呢容易在我们体内造成肠泻 从而造成免疫力疾病 那么这些朋友呢 你很可能肠胃菌群失调 所以在造成你对这些食品 发生了不耐受的现象 你可以去测一个食品耐受 或者呢你可以把这些食品呢 比如说奶制品 比如说糖 比如说肤质 比如说骨类 把你这些东西从你的饮食中去掉 看看你的饮食 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改善 最后一个第九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你们发现了吗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忧郁 也可以说焦虑 也可以说忧郁 或者说心情不好 经常容易发火 无缘无故发火 而这些朋友呢 你也应该可以看看啊 是不是你的肠胃菌群失调 因为我们肠胃被叫成第二个大脑 它和大脑之间有特别大的关系 很多朋友无法想象啊 在这个肠道里的这些益生菌 或者说各种菌群 怎么会跟大脑有关呢 但是目前科学研究呢 它们的确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你的情绪忧郁呢 不赖你 应该赖你肠道菌群失调 好了 以上呢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九个症状 大家看一下 这九个里头你沾了几个 那我呢 我占有三个啊 大概一个是呢 我吃了一个月的抗生素 还有一个呢 我这肠道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不舒服 还有一个呢 进来呢 我的确是挺想吃甜的 就是路过一些咖啡馆 看里头蛋糕 我特想吃 但是我还是克制了 因为毕竟我的生活方式 是低碳饮食和顺酮饮食 好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大家呢 关注 准备好下礼拜一呢 跟我一起呢 做一周的这个肠胃菌群修复的活动 欢迎大家呢 也关注猪猪健康生活节目 并且继续支持我 能做出更好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欢迎点赞转发收藏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